这炸萝卜丸子呀,有人放面粉,有人放淀粉,还有人放脆炸粉,怎么炸才能酥脆好吃呢? 今天我教你正确的做法,首先把两根青萝卜去皮,再把去皮的萝卜擦成丝,有条件的再擦一根胡萝卜丝 锅中水开,加入一勺食盐,倒入擦好的萝卜丝,开锅以后焯烫一分钟,捞出过凉水 然后用手把萝卜丝的水分钻干,接着把挤杆水分的萝卜丝剁碎,剁成视频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加入一勺食盐,一勺鸡粉,少许的13香,用筷子搅拌均匀,再放入葱末姜末,关键是放少许的食用碱,再打入一个公鸡蛋 500克的萝卜加入100克的面粉,50克的淀粉,然后用手抓拌均匀,再加入半勺食用油,这能让丸子更加的酥脆 然后用手挤成鸡蛋黄大小的丸子,油温五成热,放入锅中,放的时候要注意,不要粘连,刚开始不要搅动 先生们,这萝卜丸子小伙轻炸一分钟,等一下再复炸 视频放一份,老弟又出来捞脸了 老弟每天更新一道在家简单一做的美食 就希望家人能够点个小爱心,和一个免费的关注支持一下 老弟谢谢您了,老弟在这里住您,多正间少生气,心想事成,万事如意 萝卜丸子炸至表面浅黄色,捞出 二次复炸,炸至表面金黄酥脆,捞出控油 这样一道焦香酥脆的炸萝卜丸子就做好了 以后再加炸萝卜丸子,你按我的笔地做 保证你焦香酥脆 这最后还是一句话,您关注我,做菜的时候才能找到我 不 滑 好 拍